目前正在中国上海处理女儿后世的考试院长关中夫妇 今天下午跟女婿林哲乐回到女儿生前居住的大楼 整理一些要带回台湾的衣物 而根据关中的幕僚转述 上海公安人员初步调查结果 关云地是从高空意外坠落 并没有外力介入的现象 而现场也没有发现遗书 希望外界不要再散布各种传闻 这画面上可以看得到的是 关中今天下午出现在女儿关云地 上海的住家大楼 女儿的奏势让关中夫妇非常的伤心 关中在下车的时候还需要别人搀扶 而关云地的丈夫林哲乐在妻子过世之后 今天下午也是首度现身 她下车的时候也一度站不稳 而关中的夫人张慧君戴着墨镜 掩不住哀伤的神情 根据了解关家将在上海举行简单的追思仪式 至于关云地的遗体是在大陆火化 或者是直接运回台湾 目前还没有完全决定 再进入来的一条路 多久 再处理一下 侧不住 这一条路 侧不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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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侧不住